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是為了滿足我自己一己私慾而拍的 因為我最近收到幾個品牌送給我的一些聖誕套裝 我打算儲存一次過去開箱 還有,有一些產品都是我自己去買的 我最近不知為什麼買東西的時候 真的完全不神不守舍 很多東西都買多了 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就順便在今天看看有沒有多了的產品 還有一些我自己選的產品 去送給大家做一個聖誕禮物 那我們就由最頂的這一盒開始 它是Norvetsburg他們寄給我的一個套裝 這一套就叫做透明質酸保濕導入套裝 這一支就叫做四重透明質酸導入精華 也挺厲害的,他說這些精華可以為肌膚表面 至最深層細胞注水補水瑣碎 等於注射了二十支透明質酸針 可以比美醫學美容療程的效果 好像很厲害 然後另外小的這一支叫全校唇部 收護精華是一個四點唇膏 這個品牌子的產品是100%天然 是大肚子、暴雨期間都是可以用的產品 所以是非常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的產品 我自己就很期待去試 然後就到第二盒了 看到名字了 這盒是DOTAWU他們寄給我的一個套裝 這一套就叫做超逆靈修復緊致雙星組 裡面有一支角色潤窄修護精華 還有這一盒就是超逆靈多態抗皺安瓶有七支 我看回簡介,它應該是適合一些輕熟機至熟靈機的朋友使用 那就是我了 它裡面的這個角色潤窄修護精華可以用在皮膚上 但因為它的質地應該是比較輕透的 所以可以加在底妝上用 如果粉底覺得冬天不夠力,有些乾的話就可以加一滴 另外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簡介寫著派對婚禮重要場合前使用 是極速修復,改善老化,疲倦,肌膚試,肌膚重現動人的光彩 即是連續用七天就會融光換髮的感覺 所以我也很期待 可能聖誕節前一個星期我就會去用 用完都一樣會給大家評價 這些化妝品我就留到最後 我就先開箱下面這兩盒 這兩盒都是Kiyos記給我的 好,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哇,很多產品,很漂亮 是他們的Christmas特別版的Skin Care 哇,超漂亮 全部都是一些很王牌的產品 這個是超出名的金棧花Toner 另一個王牌產品就是他們的Ultra Facial Cream 這個也是我小時候就聽過和用過的 我最近都收到很多訊息 因為我上幾條影片說一些入抽的保養品 很多人都問我關於不同的Cream 不同的肌膚狀態 如果你是極乾肌,乾到裂脫皮 有些皮仔在那些人 用Kiyos黃色的眼霜 我之前介紹過的眼霜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如果你說冬天其實都是比較乾 但還未乾到龜裂 又不想太滋潤太黏的話 這一盒Ultra Facial Cream就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如果在同一個牌子裡比較不同的肌膚 我覺得是這樣去分的 然後就到這一枝了 這一枝我以前都用過的 就是Kiyos他們的Midnight Recovery Concentrate 因為我以前買東西是買到做到Kiyos的會員 他們是經常性有Sample給我 那時候剛剛出這一枝的Serum 我自己是用Sample用得超喜歡 是買了一個貨妝的 其實它也是好用的 晚上用的時候是夠滋潤的 但是可能未至於去到我不停地回購 但是這次有的話 我又可以重新投入它的懷抱 接著到這個一樣的盒子很漂亮 我先拆來看包裝 是一枝潤唇膏 哇 它很漂亮得好像馬戲團的顏色 哇 超漂亮的 它們的潤唇膏我也覺得很好用 我也是一樣用過 那這一枝我會用來給大家 一樣留意甜美 大家記住 最後就是這一瓶 這一瓶就會是一個Body Butter 它是那種很冬天的味道 有一點點杏仁味 我自己一般的杏仁 但不知道它會潤不潤呢 因為其實塗了一個身體 就不會很討厭這個杏仁味 但它很濃郁一聞的時候 我很怕 但是應該會試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塗這些Body Butter 在冬天的時候 你會逼著自己的皮 在棉胎裡面 聞到這麼香 你會愛上自己的感覺 還有什麼呢 它還有一個聖誕節Kios的Toe Bag 和一個化妝袋 這個禮口很實用 最後到這個重頭戲 我真的收了很久 一直都很想拆 但我很想拍片的時候一起拆 因為我猜裡面有些東西 是我自己重複擁有的話 會送給大家的 它會是Kios的Evan Calendar 超漂亮啊 我覺得這個品牌也挺用心的 因為我知道 某些品牌的Evan Calendar 裡面會有一些圓筆 Memo紙 然後抹夾 但是它24樣裡面 只有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扣針 除了這個扣針 是比較沒有用之外 其他23樣 全部都是產品 還有很多都是黃牌產品 超棒啊 它第一天打開 第一天已經是我 超推大家買的 這個牛油火眼霜 而且是4 size 超大眼霜 我覺得如果你是本身對這個牌子Kios很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購入 這個Evan Calendar 因為它裡面很多的產品 都是比較黃牌 而且完全不小的 你看到這些 超大的 它是pain cream 然後有一些 身體 頭髮用品 是shampoo 和conditioner 然後有下妝油 然後有些tona 然後有一些不同的cream 可以給不同的皮膚用 是絕對非常之適合你自己去慢慢試 去選擇誰最適合自己 以後去入手做4 size的東西 總之裡面什麼產品都有 我覺得如果你對這個牌子有興趣的話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和嘗試 然後就到Etcher House 這個是我在Gmarket買的 開了這個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絕對很少用得到 但是我忍不住買的東西 大家看看是不是超可愛 這是什麼呢 是蠟燭來的 超香的 它聞起來是超配這個包裝 超Christmas的味道 超棒的 然後就買了兩盒的眼影 完全是沖著包裝來買 我打開給你們就知道了 為什麼一看到就深深眼 特別是這一盒 我現在的眼妝 這個閃閃亮的大地色眼妝 就是用了這一盒去化的 就會是皮的這一盒 然後這一盒我不是經常會化這些紫色的眼影 但是絕對是沖著這個包裝 超可愛的 我覺得完全沒有不入手的理由 值得一讚的是 這次Etcher House這兩盒眼影 它的粉質是比起之前的 那個狗色眼影盤是好很多的 眼影是完全不會非份 都挺貼服的 它未至於去到尊貴的細緻 然後很滑滑滑又未至於的 但是呢 比起它之前的任何一個眼影盤 我覺得它的粉質都算是不錯的 而且這盒眼影 我覺得化出來的人是有精神得力 絕對不會容易 不小心化到很大濃妝 而且這個白色 總之適合冬天 好像下雪的氣氛去用 所以我覺得這一盒 其實我覺得是值得去入手的 接著就到兩支的唇彩了 系列就叫做Powder Rouge 我買的色號一支是RD308 另一支是RD301 它們的名字改得超好 因為它們一塗出來 真的好像有點粉狀的感覺 它是一個非常霧面的唇妝 這支有點像蕃茄紅色 另外這一支是有少少Berry的紫紅色 質地是偏絲絨粉狀的 塗在嘴上因為是霧面唇膏 一定不會是滋潤保濕型 但是不至於令到唇唇越來越乾 覺得自己龜裂 然後慢慢緊的感覺都沒有 塗上去非常舒服 輕盈的 而且一點都不會落實 而且我在Gmarket買的時候 買一送一 我超想藏其他所有的顏色回來 因為真的很舒服 它不會有存在感 很薄的一個唇膏 好了 到大家萬眾期待的聖誕Give away 究竟在這裡我要選什麼禮物送給大家 首先就是一些我自己買的 就是我超級手殘地買一送一的唇膏 我買了一模一樣 放心 我分得很清楚 因為我知道要Give away一定要全身 所以這兩支的盒子 我一早就扔了 不放進去 我就知道這兩支是完全沒有開過的 然後我又是買東西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按了兩件 就是我身上的這件衣服 對 是一模一樣 顏色桌 這件一樣的 這件衣服 就是在一個台灣的網址 叫做Luffy 是不是 那裡買的 大家應該看畫面都會知道它是很軟滑的 那如果你不上一支薄 其實這樣也可以做到一個大V 那我自己就覺得 玩一點小勝感都OK 而且你們沒有看錯 我在穿上水褲拍片的 後面是會有一個綁帶的設計 有一個洞 所以如果你穿低腰褲 或者一些裙子 這個位置就可以有一點設計 讓大家看到裡面的細節位 對 我想了很久 有沒有人會喜歡這些冷衣 但是 放了出來就先給我 沒有人要我 再想一下怎麼處置它 接著就到Kiehl's 他們的一個潤唇膏 因為我自己實在有超級無敵多潤唇膏 所以 我也不想放在家裡 雜貨可以送給大家 有需要的朋友 滋潤你的雙唇 是由我來做到的話 這個感覺很甜 然後就到這間 牛油果眼霜 因為我會不停推介大家 我很想大家有機會可以親身體驗到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好用 所以我也決定國外送給大家 接著還有這個 Midnight Recovery Concentrate 這一枝是晚上用 如果你皮膚非常乾燥的話 你晚上加一兩滴用你的臉霜 是非常滋潤 非常保濕的精華 也是Kiehl's的 接著還有這個Ultra Facial Cream 這一瓶也是他們非常之王牌 我想十幾二十秒就可以買到一瓶的那種 是非常之好 中度保濕 除非你去到龜裂那麼乾 不然你應該都會喜歡用到這個 比較萬能性性價比超高的一個 最後就會是Kiehl's他們超出名的 是這個白泥MASA 是一個深層清潔面膜 因為比起夏天 其實我們冬天是用更多的護膚品 角質層會越來越增厚 其實冬天是很有需要做一個深層清潔的 而這個Kiehl's他們是極度王牌的一個產品 我小時候已經用過很多Kiehl's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試一試 如果沒有用過的話 以上八樣東西 就是我送給大家的少少聖誕禮物 希望大家有興趣和會喜歡 如果想參加這個禮物的話 記得要like這條影片 要subscribe我的頻道 最重要要follow我的IG 我發現有很多人抽完 還要中獎後才follow我的IG 我是很失望的 所以做齊了以上的事 留言跟我說你想要哪一樣的禮物 每人只可以選一樣 然後我會在不同的禮物裡面 看看選中哪個人 其他什麼時候截止 什麼時候公佈 都會在下面info boss說的 因為我現在還沒決定 對 希望大家喜歡 踴躍參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同時是6月13日 同時是1月12時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每次會在下面的影片 你不太在那邊 你不太在那裡 我看見 我看見